平均各位熊子朋友大家好 好 风露 因为目前1524耿鼎拉升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地方我要先从车用的相关题材 请你先帮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掌握了 因为其实我们这就定调 如果现在包含了在盘面当中 很多的一些智慧型手机 还有包含了像二线的晶圆麦工 成熟制圆这一块 疑虑还是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车用题材似乎这一波比较受到法人的关注 耿鼎目前拉到掌停板的同时 资金快速往车用相关 再找寻新方向 1522的提维C刚会出现的是连续性的大单 也拉到了金高 好 那因为车用包含了提维C 包含了耿鼎 它其实是AM汽车零组件这一块 其实车用电子这个进气排面当中 也是表现蛮活蹦乱跳的 车用题材里面你看智帽 智身 还有瑞宜 它的财报表现也非常亮丽的情况之下 如果耿鼎都可以在今天顺势做表态 其他车用电子呢 还有哪些亮点 也是从财报市场可以做关注的 车用电子相关的一个财报 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到第二季来看 都非常的亮眼 而且第三季看起来还会再继续往上做一个成长 今天我看到15开头的这些相关的车用族群 其实涨得真的非常非常强 刚刚停卷才点出来1520而已 立刻就空大涨停板 我觉得市场资金追价的力道非常快 包括像1520的体位其实大家熟悉的 那这些我会认为说它已经是旧的一派 就是AM市场里面已经涨很久的 但这两个礼拜有一个个股 它悄悄的涨上来 而且市场都没有人再提 因为它的成长之前一直都不大 这个是代号1536的核大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所谓号称小核大的1568的仓佑 它今天股价也是又再往上做一个强攻 我认为前波的一个高点有去做挑战 因为连本尊1536的核大这个做齿轮 尤其是在相关电动车的齿轮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国内的龙头 那你看它的股价最近 外资其实已经布局了超过四个月 这个买进的力道是非常强 而投信其实在7月14号这一天 第一天开始买进 买的幅度也不多 就200多张 但你看它这几天整理完之后 今天第一根爆量拉出来 今天是爆量的一个长红 那整体的一个格局上面看 有一点脱单换骨的味道 那我再去看它的一个营收表现 其实今年的营收 从2月份开始就开始进入年生 6月份比去年投资成长了三成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 就整体的操作而言 我还是比较不建议大家 再爆量这些追股票 因为它这一波 是在7月22号爆量之后 休息一段之后再往上攻 其实它们包含了核大 有梗鼎这些 好像都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今天同步在进行表态 所以应该要等拉回 休息量缩 才是可以慢慢布局时机点是吗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操作 投资品会比较安全 特别是去布局相对位阶比较低的 那我会认为说 在整体的一个车电族群里面 今天来看到这些的一个小型股在往上走 那我就要再去探讨到相关的一个族群里面 位阶其实现在也是有拉回来的 刚刚挺俊有点到一些车用电子 其实这一波也有人在创新高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开始持续去关注 应该还是会在第三代半导体化合物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未来在车电里面 它所要需要用的新材料 那我一直在研究这个3707的汉磊 它整体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成长轨迹 请大家去注意 它过去的一个股价 如果从109年来去做观察 它股价其实20多块 一直都是20多块 是汉民集团旗下的一个 第三代半导体化合物的公司 但是你看从那个时候 投信就开始一路的一个买进 其实基本上投信买了将近一年 结果到去年的高点来到173 但是它的一个大量出货 现在开始没 我认为完全没有开始 所以它的一个营收获利 虽然有成长 但是毕竟本一比相对高 这一波在国际资金紧缩的情况之下 它从高点173回测到最低是80.6 那在这一次除息完就往上攻 最近我发现有两样情 就是相对于电子很多的个股 它除息完是被人家放空追杀的 包括像连电也是这样 然后还有先前的致远也是这样 然后你看到连发客也是这样 那昨天有档个股是3545的敦台 我一看它昨天除息 结果荣进真的8000多张 所以相关的电子股有疑虑的 这边会有空方的追杀力道 我比较不建议大家去做逢低的布局 但是如果是车店族群它有拉回 然后它在除息过后 就开始转强的话 你看它的一个部分 从除息完之后 汉磊是在7月15号除息 当天投信就开始又重新买回 之前投信乱杀一通 重新买回来之后 从当天的收盘价93块到现阶段 其实涨幅没有非常大 但是投信在昨天又开始进行买进 那它的一个技术形态是突破了月线之后 在这边做整理 我们要继续是挑战季限 我认为整体的一个 第三代办条体的一个使用跟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长线趋势 一定会转变 那它的一个轨迹 从20多块涨到170几 那现在再拉回到100元附近整理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看 因为它主要是龙头 那另外的话 其他的一个族群里面 还有像同集团的3016的家境 它现在是在80多块做整理 其实它过去也都是 股价一直强过于汉磊 但是它现阶段的一个强度 没有这么强 所以我觉得整个集团操作是看它 那另外比较小兵的话 还有两个集团 有一个是像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的 811的一个月峰 这是台区集团 成交上比较小 但它有个好处是 它现阶段的位阶 很像两年前的汉磊 当时候也是切入到 第三代半导里花物 那月峰其实是在去年开始切入 去年9月的时候 你看它有一波 从十几块一路供到最高60.7 那现在也拉回来到了30元附近 那这是季线附近 但成交量比较小 我先提醒大家 只不过位阶相对 很类似于两年前的汉磊 我也提醒大家 另外当然就是 这个4934的一个太极 它旗下有盛行 也是在基金附近 价格也比较便宜 但是同样有个问题 成交量比较小 大家是稍微留意 不要过度的去做追价 也不要布局太深 等它量放大的时候 再来持续做观察 我认为整体车电这一块 也是持续观察 好 除了车电相关题材 其实我们近期在盘面当中 有帮大家从 包含了像是汽车相关的 雷银组件 车用电子 今天呢 这分路再给大家 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从一些集团股 还有吹用核心的相关 第三代半导体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些亮点 这个地方可以逢低来做注意 不过昨天盘面当中 我记得我跟风路 在进行连线的时候 我们有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除能的相关题材 我们昨天呢 就分析到了一档个股 是8996的高利 这高利呢 你看到 其他呢 这上半年的一个营收表现 还算蛮漂亮的 今天股价呢 直接冲到亮灯涨停板 而且是过高表现 投信大买在这个地方 还蛮愿意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追价 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像台达电 都是所谓的一个交出 财报亮丽的一个好成绩 今天都能跳空突破 所有的下降均线 所以相关的一些电能 电力 还有除电的一个题材 是不是代表在这个地方 有些低档的都往上冲了 高档的也都喷出了 还有没有下一档 除能相关的题材 还是可以留意的 除能的部分的话 我们昨天有特别有点出来 因为整个台湾的电力 现在因为夏天 用电非常紧张 还有就是金元代工厂 不断的在年底要开始 新厂开始启用 那个用电怪兽 所以相关的电能的一个个股 其实在这两天 又开始在做转强 我们昨天特别跟大家提到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表 包括比较系统电 顶天 还有就是高利 然后自身科 这些有相关概念的 那其中里面 我们认为说 整个年增率最强的 应该是在系统电 因为它有车电的题材 然后又有所谓的一个 除能的概念 然后还有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题材 甚至于工业用的元宇宙 那补价的话 昨天投信又第一天回来买 哇 昨天投信买了500张 很久没有看到投信 我之前又卖在低点 但是相对题材好 股价还在基线下 今年的成长也不错 继续往上走 那它是一个我认为 相对来讲价格比较便宜的 那我们昨天对比的 一定涨个股高利 它的一个年增近年有8.3% 本硬比其实也不算低 那为什么今天可以这样子大涨 其实大家先去看 第一个 它股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 突破的一个格局 昨天来到了相对高点 爆量之后 大家一看 哇 投信大买 1018张 那我认为今天短线上 能够在10分钟内 攻到涨停板 那基本上是筹码的优势 我认为应该有 当充格热冲的一个资金进场 那整体的趋势上 它有一个欧洲在推热泵 这个题材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这个是高利从燃料电池里面 所延伸的一个相关热能的技术 所以才做一个延伸 那当然这是它比较独家的技术 技术往上走 相关今天 如果大家用过去 对高利的印象 是说燃料电池去追股票 可能会比较不吃香 因为大家想到 国内有两档公司 有燃料电池相关的技术 第一个当然是高利 那第一个就是 六二八二的康素 那你看康素好像古兴 就没有像高利这么活活 那就是因为它的题材 其实这次不是在燃料电池 主要是在欧洲的热泵 那这个是 比较跟能源有相关 那过去的燃料电池 是我们在看 像剧本有在推燃料电池汽车 氢能源汽车 还有就是保996的高利 它本身也是 美国FrontEnergy的一个 主要的代工厂 所以题材相对来讲的话 会比康素来的强 但大家在看 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族群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它这一波涨的是什么 就像我跟大家报告 之前我们在讲 威盛的时候 我们说这一波 它其实不是走远与走 它其实是在走 去美化的一个CPU 那如果对比到了 这个我们在看 最近大家看 这个2498的宏达电 然后6118的健达 为什么相对来讲 就不像威盛这么强 关键就是在于说 走的题材比较不一样 所以投资面有在看 同一个个股的时候 你要去留意到 它的题材其实会做一个 轮动轮转 那找到它相对核心的 一个题材去操作 比较容易做一个 比较大 常组的一个获利 和声响洋汉的一标质